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活力成年事工》 《多媒体站》这个网上平台 我们先做运动吧 Michael 谢谢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和大家做运动 这个运动的屈膝心筋 看着这个下去 即是尽量腰的直 前部要坐后一点 脚不要过 膝头不要过 脚趾 好 做十下 接着这个动作就是 脚趾 但是手势要这样 看得到 好 脚趾 上去的时候 吸一下气 好 接着第二个动作 就是踢脚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你代表跟脚趾 一只手扶子 一 二 三 四 一只十下 到 第二只脚 一 二 三 四 OK 好 各位 大家好 这个星期都有很大的变化 很多人都要拿多件衣服出街了 我相信我们去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衣着 虽然现在人都比较没有以前那么隆重 但是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衣着在不同的场合 如果你要做老爷奶奶 那你知道那天你会穿什么衣服 和今天穿的衣服是会不同的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有些什么表现呢 原来圣经有给我们提醒的 我们来看一下一段圣经好不好 记住在诗篇的十五篇 圣经这么说 他说耶和华 谁能寄居你的帐幕 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 他们不以舍头蝉绑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除火毁谤伦理 他眼中藐视匪类 却尊重那敬畏严和华的人 他发了誓 虽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他不放债取利 不受贵赂以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原来给我们看到 人来到敬拜神的时候 人来到亲近神的时候 原来有些人的表现 是相当重要的 刚才我们读五节圣经 其实当中说了很多 说了什么呢 第二节说了三个的表现 总共有十个表现 其余的七个表现 就会在第三至第五节 会讲到 包括言语、对人 或者处事的情况 而且很清楚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如果要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就是圣洁 圣洁包括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语和人际关系 就好像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场合 我们要懂得那个场合的衣着 你没可能去一个宴会 会聚一对 在运动场上的衣服 你又没有可能在运动场的时候 穿一件晚礼服去运动场 你会在合宜的地方 穿合宜的衣服 原来我去到神的面前都一样 不过今天我们不会说完这十样东西 下个星期我们可能会说五样 下个星期我又再说五样 这十项的事情 为什么用十呢? 中华中用十格纳 十全十美 但是原来以色列人 很喜欢用十这个数字 是代表完全的意思 当然这里所说的完全的意思 不是指到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内 他只是提出一些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而且后面还会说的 里面有提到人体的三个器官 包括第二节讲过我们的心 第三节讲我们的舌头 第四节讲我们的眼睛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那张图 摸到这么大的口 都挺难摸的 有没有人可以摸到这么大的口 摸完口就要找人帮你数一下有多少只牙齿 我们这三个器官 在我们身体当中相当重要 但是原来我们身体每一格器官 包括我们整个人 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 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合而的表现 来见我们的神 让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这十项是什么? 不是十项全能 让神的话语就给我们帮助 给我们提醒 让我们同心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我们是你所做的 你提醒我们 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都是你赐给我们的 求你帮助我们 不单只懂得爱护 保护自己的器官 我们更懂得如何去运用 因为到你跟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表现 都要蒙你喜悦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值着诗篇十五篇 给我们有提醒的帮助 因为需要行为正直 做事公义 心里实说实话的人 天父啊 求你借着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众人 我们献上感恩的祈祷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他训练 喜悦 热灾 愿在幽股 未具受和伤 全能的主 你是安慰保责 你是我安具尼监 愁的内侧也不怕 有你爱我 穿黑暗滑破 如同银河 拥抱圣火 心中有着你 变不惊慌 不识人点 于天边飘过 我见代你 濕濕爱慕住你 求能同行 走遍带你 只因你大爱 我可相比 一生赞同你 将一切奉献都归你 若再有个 未居守何顺 全能的主 你是安慰保障 你是我安居你的 受的内侧 也不怕 有你爱我 穿黑暗滑破 如同银河 拥抱圣火 想中有着你 变不惊慌 不识人点 于天边飘过 我认为你 心中有着你 我认为你 心中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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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 将一切奉献都归你 只因你大爱 我可相比 一生赞同你 将一切奉献都归你 胜唱回 蓝炊寞 须目 温慰 越主 光顺 越主ר 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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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ik 你快教我们 如何将这些照片放好 因为我很害怕不见那些照片 那我们听听Erik 如何说 大家好,很高興在這裡和大家見面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話題就是手機照片自動備份 我們看看,每一個Android手機 我們會選擇相機程式的程式 我們拍了一些相片,相片就儲存在手機裡面 同樣,蘋果手機也有相機程式 拍完的相片也存在手機的內置儲存空間裡面 例如安卓機來說,當我們想看照片 譬如我們拍了六張相片 通常我們會透過另一個應用程式 譬如安卓機,跟機來就會有一個叫photo gallery 樣貌可能不一定一定是這樣的 不同品牌的安卓機去那個gallery 相片的管理功能這個app 可能都未必一樣 但如果以蘋果手機來說 通常是蘋果手機的相片 通常是蘋果手機的相片 就是蘋果手機的相片 可以在那裡管理的功能 可以修改、增減、有些不要的 可以踢走它等等 所以我們所有拍完的相片 都留在手機裡面 但其實我們不一定要用跟機來 相片的管理功能 相簿的程式 譬如我們自己可以安裝 Google Photo 所以我們可以多一個 相片的相簿 相簿的程式 來看已經拍了的相片 但無論你用哪個的程式 去看回照片也好 去管理的時候 你都在碰到那些相片 所以你透過 譬如我透過Apple Photo 去刪除這張相片 你再去Google Photo看 那張相片已經沒有了 反過來 反過來 你在Google Photo 選一張相片 那Apple Photo 也沒有了 你再拍到一張新的相片 那另外兩個 相簿的程式都可以看到 好了 講到這裡 我們所有的相片 就是保存在手機上 可能有一個情況出現 就是說 哎呀 手機壞了 又或者 譬如跌爛了 又或者是 跌了 不見了 不知道在哪裡 那你所有的相片 在手機裡面 就快為烏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 好嗎 做一個copy 一個備份 就是我們 那裡拍完相片 那裡 就立刻 除了一張相片 留在手機裡面之外 也都將它 自動地抄到另一個地方 保存在那裡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就帶出我們今天要講的話題 就是手機照片自動備份 好了 我們先來看 那這個就是安卓的 安卓呢 如果我們看過 剛才上面那個 是photo gallery 那就是你 你來去去 都是在看 內置手機的東西 那就是 Google Photo 有很多功能 它除了 可以幫你管理 手機裡面的相片之外 如果你有一個 Gmail戶口 那就 Google Drive 就會有一個 免費的 15GB的空間 給你 但是 你怎樣才可以做到 那裡拍完照 把照片放在手機裡面 之後 叫Google Photo 自動幫你抄一張照片 去雲端上面 這個所謂自動備份 這個動作 我們就要把這個 叫做 Backup and Sync 在Google Photo 這個APP裡面 有一個設定 叫做 Backup and Sync 你要 開啟 Turn on 開啟 每次你拍一張照 加到手機裡面的時候 Google Photo 自動會立刻 上網 把照片 傳到 雲端上面 Google Drive裡面 這樣就多了一個 Copy 我們避免 壞手機 或者不見手機的時候 所有照片都不見了 因為 已經有一張 保留在雲端上面 那蘋果又怎樣呢 蘋果原來 同樣有這樣的功能 蘋果就是 Apple Photo 其實跟機器已經有 它已經有這個功能 你只要在這個 Apple Photo裡面 那個設定裡面 叫它 麻煩 我要開啟 這個 iCloud Photo 開啟 開啟 它就會自動 將 每次拍一張照 進去相簿的時候 你就會 抄了一張照 就進去 iCloud 那裡 iCloud 你有Apple ID戶口的話 它就會 已經有 5GB 免費 這個位置 給你們儲存的照片 那如 比如說 Apple ID 蘋果機來說 其實是Apple Photo 只是一根機 來的 你還可以安裝多個 Google Photo 這個App 那你又在Google Photo 裡面 又turn on 自動備份 那如果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拍一張照 新的照片 放在這個手機裡面的話 同時 已經有一個額外的照片 經過Apple Photo 抄了一張照片 去iCloud裡面 Google Photo 就用了一個15GB的位置 即是說 有兩個 copy 已經 不單是一個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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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不過 按照片當然沒有Apple Photo 按照片 按照片 可以安裝Google Photo 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舊Apple Photo的雲上 你看到 就是把照片 原先拍的解像度 有多高 Apple Photo 放在iCloud裡面 都是同樣的解像度 這樣 這個是Apple Photo 設定了 而Google Photo 就反過來 就說 你不攪它的話 是你拍的時候 在手機裡面 儲存的時候 永遠都儲存那個 最高的解像度 當你抄上 救運的時候 你就會自動 把它壓縮 這樣 是細張了 解像度 沒有那麼高 那麼佔的位置 就變少了 換句話說 你15GB的免費的位置 就可以 放多些照片 但是 可以不可以說 我都想 大一點的 保留那個 可以的 這樣 你可以在 Google Photo裡面的設定 說 我想你 是 放在Google Drive裡面的時候 同樣保留原先的解像度 在6月1日之前 那些低解像度的照片 就不算在15GB 免費的空間裡面 只是那些 原則原味的解像度 才會計算下去 但是自從6月1日後 改了Google Photo 改了那個 政策之後 現在 無論什麼解像度的照片都好 都會計算在15GB 免費的 就是 雲端空間 那裡 好 那現在 給大家看看 如何設定 如果是蘋果手機的話 你看著它的箭嘴 我們 就要進去 設定 iCloud 那裡 選擇iCloud 裡面 就說 我要 Photo是 on的 OK 是on的 開著的 如果是 off的話 它就不會 將照片抄上iCloud裡面 好 接著 在設定裡面 我們選擇 photo的時候 設定photo Apple Photo 這個 相片管理的程式 進去裡面 有一個選項 叫做iCloud Photo 當你說 iCloud photo的話 弄到綠色 開著的話 它就會每次 拍一張新的照片 它都會把那張照片抄上iCloud裡面 好 我們來看看安卓機 安卓機來說 同樣 我們去設定 設定 找到那個叫做 Backup and Sync這個功能 譬如現在這個情況是off的 你要按一按的箭咀 向右這個箭咀 進來 你選擇 選擇那個 Backup and Sync這個 要開著它 白色就沒有開著 要開著它 要開著它 對它由手裡開著它 你看到這裡 最右手裡面 這裡 藍色就開著了 剛才我們說話 它的 Upload Size 現在這裡寫著 High Quality 這個 舊版 所謂叫做 Free Animate Storage 就是說 當我們說 High Quality 其實已經握縮了 除非 你可以選擇 KEEP ORIGINAL Quality 這個意思是 保留原先的質素 原先的解像度 佔的位置 就會用多了 好 其實 除了Google Photo 它就用 Google Drive iCloud Photo 就用 iCloud 我剛才提過 還有其他的 例如 One Drive Dropbox Amazon Photo 這些都有類似 這樣的功能 就是說 你叫 這個 Google Photo 替我抄 一張照片 到Google Drive之外 你又替我抄 同一張照片 到One Drive 或者Dropbox 或者Amazon Photo 都可以的 看看 現在 Google Photo 是用 Google Drive 的位置 Google Drive 免費 15GB iCloud 免費 5GB One Drive 免費 5GB Dropbox 免費 2GB Amazon Photo 免費 5GB 下面 我介紹 讓大家看看 有 比較大的 容量 一個叫 Digo Cloud 有100GB 免費 另一個 Telabox Cloud 更多 多些 1024GB 就是 1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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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a 就是 Tera 這麼多的免費 容量 另外一個 Flickr Flickr 因為 是被 Yahoo買了 Yahoo 它是用Yahoo的 免費 免費 1Tb 同樣是 1024 免費 留意 免費 大固然是好 但也有些事情要留意 稍後再說 最右手邊 這個我們叫做 Photosync Photosync 不是一個 自動備份 雲端的儲存庫 它只是一個APP 這個APP 可以用Wireless 不用接線 只是用Wi-Fi 就可以把 你的相簿裡面所拍過的相片 透過這個APP 幫你 傳去iCloud iCloud 傳去Flickr 傳去Digo Cloud 等等 就是說 你可以去選擇 你想把那張相片 自動的傳去哪個的雲端庫 我們選擇這個自動備份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要小心選擇 除了考慮 考慮那個容量 越多 當然越好 這樣 但是要留心 有時候 不是最多 就是好 因為你要看一個速度 可能就是 它被你上傳去救運的速度 是很快的 但是你說 有什麼事上來 我真的壞了手機 或者不見了手機 我想拿回 原來拿回是很慢的 OK 就是說 傳就容易了 拿回出來 是很難的 OK 變成有就等於沒有 或者有一個流量限制 比如說 好像你民航傳錢一樣 你傳的時候 隨時都可以傳的 你拿的時候 它只把你一個月拿一次 這樣就很不方便 對不對 這樣 所以不同的備份服務 雲端服務 在這個三方面 都有不同的制度 OK 所以不要想著 只是免費 就是最好 另外一個 就是 第一個 可靠性 比如說 那個 雲端服務 那個 網站 是 365天 佔了 每10天都停一停一次 這樣也是一個問題 對不對 另外一個 就是 寶物度 寶物度 所有的照片都跪在一旅 將所有 海景都跪在一旅 等等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表示 你每一張照片 放上去的雲端服務的時候 每一張照片都幫你看過 以致才可以幫你分類 那你究竟想不想呢 還是 你放上去 全部都是加密了 只有你才可以看得到的 那你又要考慮到這個 寶物度 另外一個 就是 始終 雲端來說 是 需要一個網絡來聯繫的 在網絡上面 你沒有了網絡 就拿不到 始終是沒有 放在自己身邊 那麼方便 另外 是公共的 正如保密的問題 那個考慮因素之下 你經過 你把照片 放在 譬如 Google Drive 那張照片 已經 擁有權 已經屬於Google Drive Google公司 它隨時可以使用 那張照片 你沒有了 擁有權 在這裡 那你會不會想不想的呢 如果不想 那可能就想想 會不會自設的雲端 來做這個自動備份 那什麼是自設雲端呢 我們看看 那 那譬如在這裡來說 譬如說 我們有 這個 最熟悉的 這個就是電腦 Window 譬如有個電腦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把照片 透過無線的方法呢 透過網絡的方法呢 不過是 加裡面的網絡 把照片 自動 傳入電腦的Hard Drive裡面 這樣就保住了 又或者是 我有個Hard Drive 我把Portable Hard Drive 我把Portable Hard Drive 插在我的網絡裡面 我把手機裡面的照片 透過家裡的網絡 直接傳入 我的Portable Hard Drive 我們這叫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黏住了 在你家裡面的Network 就放在裡面 就即時有一個地方在這裡了 我們說的自動呢 這意思就是 強調的自動意思就是 你不需要押外 就記住做這個動作 而是每次你加一張照片 就自己放進去 每次的照片 就自己放進電腦裡 每次的照片 就自己放進去電腦裡 就放進去電腦裡 每次的照片 最安全的就是 每次的照片 那張照片 都會放進SD卡裡 譬如說 有些手機 有兩個 有電腦裡的照片 給你插一個SD卡 這樣 好 這些都是一個方法 來把手機的照片 自動來有一個備份 好 好 那麼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放心 現在的照片 不會不見了 謝謝Eric 我最近 有人做了一個炸雞 給我吃 很好吃 然後問他 原來他用氣炸鍋 這些新產品 挺好用 不過 安不安全呢? 跟微波爐有什麼分別呢? 下一集告訴你 歡迎大家 在以下的時段 打電話來 416-754-3308 內線780 我們有專人 去接聽你的電話 很樂意聽你的分享 或者為你祈禱 這一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